要選總統先過縣市首長 市政滿意度調查這一關 今天所公布的天下雜誌 二零二三地方首長 市政滿意度調查報告當中 新北市長侯友一就是六十一點一分 被寫容是勉強及格 但很顯然綠營的新北市議員 是相當不滿意的 開炮猛批他荒廢市政 而且封殺特地議員 對於這樣的指控 新北市府出面澄清 強調所有的願景工程從未停歇 市長相當重視視頻反應 一句在找工作 難道是忘了自己 還有新北市長身份嗎 儘管去年才剛以超高票連任 但在2023年六都 有序幸福城市大調查 卻差強人意 天下雜誌公布 2023年縣市競爭力總排行 新北市以408.57分 委居最後 連續兩年都在六都組墊底 過去表現好的環境 施政也都退步 至於縣市首長滿意度 侯友宜獲得61.1分 滑落到衝刺組 勉強及格 卻是倒數第四名 因為現在新北市民都已經習慣 新北市沒有市長 而且只要民進黨的特定議員 說了什麼 他們馬上就反擊 幫你顧市政 你還要特定的封殺議員們 侯友宜市長對於市政努力 以及2030年的願景工程 從未停歇 所有的重大建設 捷運錄網都一一的實踐中 侯市府強調 不論滿意度高低 市府團隊都會持續努力 不懈怠 而這次調查 嘉義市長黃敏慧以81.1分 擁多第一 連江縣長王中敏第二 嘉義縣長翁張良 位居第三 我們要把這樣的高峰變成高原 讓嘉義市用小城市大創新的方式 這一個小小城市也能發光發熱 肯定越多責任越大 所以我想整個嘉義縣 往農風大縣的方向邁進 目前為止整個大概都按部就班 不過這次評比表現最亮眼的是 台中市長盧秀燕 一七十三點七分總排行第七名 更從過去末段班越升為六都領頭羊 台中市的競爭力排行也僅次於高雄 想挽回市民支持度 恐怕洪友宜要時刻提醒自己是新北市長 猜不會為了拼選舉忘了市政 記者綜合報導 展民投資 距離 地